要刑抢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呢怎么样才能够抓得到 最近几个月 北中南接连发生了好几起的银楼抢案 其实国外呢也有类似的情形 只是呢我们看到 有一些银楼的业者装上两道的门 所以呢抢匪以为说 啊我已经抢到东西了 想要逃出去的时候呢 又被困在另外一道门前 所以他就夹攻在两道门当中 乖乖的就投降吧 也许国内的银楼业者可以参考一下 监视器看到一名黑人推开门走进银楼 他戴着鸭石帽左顾右盼 假装在看金饰 接着左右手都戴上白色手套 趴在柜台上 声称要找一条钻石项链送给太太 银楼业者拿出一条 他似乎不满意 还要再看更多样式 接着没多久 他一手抓紧好几条的高架项链 就往大门走 不过店家早就警觉门已经上锁了 眼看店家就是没有打算开门的意思 他一把要跳进柜台自己开 结果店家拿起棍子打抢匪 双方扭打成一片 也被关在店里的另外一名女性顾客不断尖叫 店家一家人都跑出来打抢匪 有的勒住他的脖子 连老妈妈都拿椅子锤打 但实在不敌抢匪年轻力壮 他不断出拳打人又口出威胁 只好开了第一道门 让抢匪拿着项链走出去 但是抢匪万万没想到 外面还有一道门 他拿着棍子不断敲打 就是打不破 因为这是强化玻璃 而店家迅速把里头的这一道门锁上 抢匪打到连铁棍都歪了 还是打不开 只好乖乖等警察上门抓人 这是一个抓抢匪的好办法 但是国内几乎没有银楼业者会这么做 要装那个也不好装 地湾小 像我们这样地湾比较小一点 而监视器第一道门的观察 和提高警觉 是这一家百年银楼业者的防范之道 景气差银楼抢案多 业者都提高戒心 以防备场 中期新闻白建华李小玲 特别的报道 中期新闻白建华李小玲